50年代,英国自研了一款轰炸机 预算直接从3500万英镑干到了2亿英镑 约合5.6亿美元 比同时期美军造的F111还贵 其实预算超标倒不算什么 关键是这一项目失败之后 英国就彻底丧失了自研飞机的勇气 本期老亨特就来跟大家聊聊 英国最后一款自研战机 TSR-2轰炸机 在没有洲际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时代 想把核弹扔到对手头上 基本只能靠轰炸机 50年代时,英国装备了相当数量的坎培拉轰炸机 虽然性能一般,但也算是够用 不对,应该说是在苏联防控体系生机前够用 1957年,苏联部署了新的SAM-2防空导弹 这种导弹堪称是战机克星 他先是打下了一架RB-57D坎培拉侦察机 不久后又打下了一架U-2侦察机 英国人一觉醒来天都塌了 这玩意儿也太可怕了 这不就意味着你的核武器随便炸我 我完全炸不到你吗 这让大姨搞出核武后 好不容易挺直的腰杆子又挽了下去 于是英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 寻求研发一种能突破SAM-2的新飞机 当时大家普遍的想法是高空飞机不行 可以试试低空飞机 比如F-105一类的低空高速飞机 在苏联防空体系下就展现出不错的生存能力 不过F-105这样的飞机不能直接拿来用 因为它不具备高性能导航和精确投弹能力 也难以在简易的前线机场上起降 低空这一思路清晰后 各个国家相继拉开了新型攻击轰炸机的序幕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航空大国 自然也是不甘落后 他们拿出了TSR-2轰炸机项目 1957年3月 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部宣布了GOR-339号项目计划 要求在1964年前开发一种新的战术攻击侦察机 来取代坎培拉轰炸机 要求是飞机能够全天后执行低空高速突防任务 高空飞行时速度要能达到2马赫 并以1.5马赫的速度超音速巡航 作战半径不低于1850公里 不知在冷战前线西德的话 正好能够到苏联首都莫斯科 飞机需要拥有从短距离的简易跑道上起飞的能力 可投掷常规炸弹或战术核炸弹 英国航空部最初推算项目将花费3500万英镑 魏博德政府支持 英国防空代理大臣都德尔 还在国防研究政策委员会上对项目作出解释 前段时间我们的国防白皮书 已经对航空工业造成了巨大破坏 因此O2.339项目的成败非常重要 这可能是大英航空重振荣光的最后一次机会 那么这种飞机究竟能让大英再次伟大 还是把大英航空再往土里埋深一点呢 O2.339项目颁布后不久 许多受委托的飞机制造商提交了自己的设计 但没有一家能满足甚至接近空军的要求 就连英国电力公司的设计也被判为不合格 这时O2.339项目的研制费用 已经达到了7000万英镑 是几个月前预测的两倍 财政部对空军非常不满 指责空军蓄意用压低费用来获得批准 并要求对项目进行再次评估 英国政府决定采取严厉措施 既然你们一家不行 那就把所有制造商绑一起吧 于是在1960年6月 由维克特·阿姆斯特朗英国电器 和后来加盟的布里斯托尔飞机公司 组成的不列颠飞机公司宣告成立 他们在英国政府的监督下齐心协力 终于搞出了TSR-2轰炸机的设计 TSR-2轰炸机与美国的A5舰载攻击机极其相似 它拥有修长的机身串列的双座 机身两侧进气的布局 飞机的机翼是典型的切角三角翼 偷略60度 这种机翼一看就知道很适合高速飞行 但起降性能不会太好 所以TSR-2在机翼的后援 布置了一组吹气机翼装置 机翼说白了就是机翼上的各种可动装置 可以在起飞和降落时偏转不同的角度 改变流行机翼的气流来提高升力 飞机的外衣是大角度下反的结构 可以增强飞机稳定性 避免机翼乱流干扰水平尾翼 这种设计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 可以说是TSR-2最典型的一个特征 而这种设计也是很多人说它丑的原因 飞机的垂直尾翼和A5飞机的垂尾 简直如出一辙 都是少见的后略悬臂全动尾翼 TSR-2的水平尾翼同样是悬臂式全动结构 不仅可以控制飞机的抚养 还可以控制滚转 为什么用这种设计 这是因为机翼是奇怪的外翼段下反 系统相应不利于复翼布置在外翼段上 那就只能布置在尾翼上了 根据研究 这奇怪的机翼加上奇怪的尾翼 还真能让飞机具备不错的机动能力 会有点负负得正的感觉 TSR-2轰炸机的动力系统 12084的R2RMK-320加力涡盆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动力十分强大 单台正常推力为8.8吨 加力推力达13.8吨 远超A5攻击机的G79G1-10发动机 甚至米格25的D31发动机推力也赶不上它 如此强劲的推力 足以使飞机在高空进行超音速巡航飞行 全加力时达到2.5马赫以上的最大平飞速度 TSR-2的机身腹部是一个弹舱 可以搭载一到两枚核弹 或者6枚450公斤的常规炸弹 在执行侦察任务时 可以在弹舱里携带一个包含各种设备的侦察舱 此外飞机的机翼下还各有两个外挂点 总挂在重量2.7吨 可以挂4枚空对地导弹炸弹或副油箱 整体来看 TSR-2是一种相当杰出的设计 它有良好的稳定性可控性 具有世界第一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载弹量和航程都极其优秀 不仅可以成为先进的轰炸机攻击机 还拥有发展成高速解极机的潜力 可就是这样一款优秀战机 最后却沦为了皇家空军的一项废案 这期间都发生了什么呢 在设计建造TSR-2的过程中 英国人遇到了很多困难 主要是经费问题和进度的拖延 最终导致飞机未能服役 从1957年3月到1962年3月 研发费用已经一路飙升到1亿3700万英镑 飞机首飞推迟到1963年8月 到1962年年底研发费用又涨到 1亿7500万到2亿英镑 按照当时汇率约合5.6亿美元 单机价格超过210万英镑 约合590万美元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迟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除了价格高外 飞机的实际表现也不尽人意 1964年TSR-2原型机进行了试飞 由于发动机给力 飞机轻松实现了1马赫到1.12马赫的超音速巡航 但若继续加大马力 燃油泵就会剧烈震动引发危险 再加上计划中的W1.177A核弹外壳存在缺陷 不能承受长时间的空隙摩擦 B的飞行员每次只能让飞机 维持5分钟的超音速推进 看似简单的起落架也频频无法收起 种种迹象暴露了当时英国航空工业的技术退化迹象 1965年1月 英国国防部向外界表明态度 他们更偏爱美国TF-X项目开发出的飞机F-111 美国也愿意以低于TSR-2的价格向英国出售飞机 虽然放弃自言购买美国飞机 多少令英国人有些丢面 但架不住确实便宜 而自己的TSR-2价格还在往上升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于4月6号宣布 正式取消TSR-2项目 由于项目被砍 皇家空军不得不继续沿用老式的三威系列轰炸机 直到冷战结束 期间政府为安抚空军情绪 许诺要从美国购买50到110架F-111 结果同样因成本太高不了了之 逼得空军不得不从海军接收F-4K和海盗 来充当轻型轰炸机的继任者 更多的战术任务则平均分配给美洲豹和狂风战机 属于是凑合着过日子有啥就用啥吧 而随着TSR-2项目的中道绷组 国防大臣丹尼斯·西尔利声明 英国将不再自己生产军用飞机 这预示着英国已经失去了独立研发高性能战机的能力 即使英国航空发动机遥遥领先 即使重组的BAE集团实力雄厚 但都抵不过通货膨胀和科技换代带来的成本飙升 最后英国只走多国合作的模式 参与台风F-35等联合项目 受此影响英国皇家空军的全球影响力和存在感也急速沦丧 总之TSR-2走了 同时也带走了英国航空工业和皇家空军最后的余晖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